各位大家好,我是Mr.Soul 欢迎你再次回到另外的频道 今天是8月28日星期日 首先,很感谢你们昨晚在我的直播中 这么积极,这么踊跃的留言 希望不单是彭守卫,甚至是姜涛,柳应亭,莫姐等等 也有机会看到大家这么正面的留言 今天也想跟大家讲《爱回家》这首歌 你看了《爱回家》,有了第二个的朋友 里面当然有很多歌,你都会觉得很棒 譬如《风雨不改》 已经是令到大家每一天睡觉的时候 都会响起这些旋律或者歌词 而对于我来说 《风雨不改》是一首很令人感动的歌 亦都令人听得挺抽心的一种感觉 而第二首歌,我很喜欢来自《古巨基》的这首 《爱回家》 这首《爱回家》就不是大台的《爱回家》的主题曲 而是《古巨基》的一首歌曲 我都特意去听她之前的个人版本 也看到有很多朋友留言 而留言的朋友都是过去十几天佔多 就是因为大家看了《爱回家》 有了第二个电影 以至到很喜欢这首歌 从而再找回这首原唱来听 我看完这首的MV之后 觉得《古巨基》是唱得很好 而里面的MV和女主角的互动 都是令我看到歌词的意思 不过这首《爱回家》就由《姜濤》和《古巨基》合唱 又给大家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充满着一种温情在里面 那种感觉就像哥哥和弟弟那样 一起去唱一首歌给妈妈听 那种感觉是来得挺强的 不如先说我早两天在网络上 看到一些不太正面的留言 话说早两天我上网看到讨论区 里面有一个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古巨基》是借着MIRROR上位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古巨基》是借着和姜濤合唱 以至到能够再去回香港的市场 我看完之后当然觉得很差 这种论调是很过分的 首先你问我懂不懂《古巨基》 我想我和她是有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之前 当然听了她很多不同的好听的歌 有一次在演艺行园的时候 话说我们的班主MIRROR上位 就神神秘秘地藏了个人 在教员室里 我们在想什么人 为什么藏着一个神秘的人 在房间里 然后我们不停在这里睡 MIRROR上位置 于是就拿了一部相机去拍下了这个画面 如果我找到那幅照片 也会给大家看看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古巨基》和MIRROR上的感情很要好 《古巨基》也是比我想象之中高大 而且也是很像个小朋友那样 她的笑容和泡泡丑丑的感觉 其实是有点像现在的姜濤 在那一刻也觉得她很奔奔有利 也没有明星的价值 很友善 所以给我的感觉也挺好 然后拍完相片之后 跟她聊了几句 大家很开心 但最后也不想太扯她 所以也没有说要再拍个人的合照 或者找她签名等等 给她适当的私人空间 在那一刻我就接触到《古巨基》 而有些网友不负责任的留言 就说《古巨基》藉着姜濤 再进入香港的所谓音乐市场 首先我觉得《古巨基》 是唱歌唱得好的 而且她唱的歌是有感情的 而不是像某些歌手那样 你看到她有无敌的震音 或者是无限的高百度 但你会觉得她唱了一首歌是没有感情的 而我觉得《古巨基》就是 其中一个歌手 令我觉得我是心悦成福的 我喜欢听她唱的歌 我觉得她是唱给我们听的 而不是show off她的音乐 而今次就更加令我觉得很surprise 就是她找了后辈姜濤一起合唱 严格来说不是她找的 为什么呢? 话说大约十个小时之前 彭秀慧导演在他的IG里 post了一个内容 里面大概是说 我妈有了爱回家 说的是什么呢? 彭导演说 在写剧本的时候 已经很想用真真假假的方法 去铺陈这个故事 想写一个歌手和经理人的故事 创造出来的余美讽以及方程 究竟应该用一个什么的真实人物 去衬托这个亦真亦假的一个美讽以及方程呢? 华俞慧就在想想起来想起来也未想到 一定要找一个由2000年开始到现在 仍然都是当红的歌手 起码大家都是认识她 来奠定其中美讽20年前的辉煌事业 古剧机就是最后识 因为他觉得古剧机除了唱歌唱得好 在娱乐圈有一个神台级的歌手地位之外 他所认识的古剧机也是一个很念旧和重情的人 里面彭导演也提到Mai姐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班主任 于是他就决心要找古剧机 所以一定要跟那班在讨论区留言的朋友说 并不是古剧机想着去韜光 或者是很有策略地希望和Mirror的成员合作 以至拉升自己的曝光率 绝对不是这样的 大家一场误会了 但彭导慧去到这个位置 都未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请到古剧机的合作 虽然彭导慧和机仔是同一间公司 但这几年古剧机可能也有不同的发展 以及也很享受家庭里的爸爸的角色生活 想不到当彭导慧尝试邀请古剧机的时候 古剧机竟然一口答应 令到彭导慧非常之惊喜 于是彭导慧在那一刻都未想到爱回家这首歌 他仍仍在构思着剧本 想着如何摆古剧机这个亦真亦假的角色 进去这个戏里面 但当他尝试听古剧机过去的歌的时候 就发觉爱回家这首歌竟然和刚刚有了第二个的剧情 是非常之吻合 都是交代了方程终于得到一个家的感觉 是方程的心声 于是就跟古剧机说了 可不可以用这首歌去摆入电影里面 古剧机就一口答应了 甚至整个歌的编曲也是交给彭导慧去处理 因为他相信导演能够编写这个剧本 有一个passion去制作这一套电影 选择这首歌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 于是彭导慧就有一个足够大的自由度去处理这首歌 当他和姜濤说邀请到古剧机一起和他合演这一套电影的时候 姜濤的反应也非常大 甚至是说我很喜欢他 我有看他的电视剧 我很喜欢情深深与蒙蒙的 看得懂得背 可想而知 当姜濤知道有古剧机参与这一套电影的时候 是何等的惊喜 何等的兴奋和开心 于是就造成了这首歌的合唱版的出现 亦都是因为这首歌打动了很多很多的观众 至少我亦都是因为这一套电影 因为这首歌 我再去听回机仔的这首原唱版 而今次这首合唱版 是有两兄弟去细数心事的那种感觉的 而古剧机那个MV的取向 就是感谢伴侣的支持 一直给予一种加的感觉 而在今次的合唱版里面 我是很充分地感受到 隆隆的家庭的那种爱 我想都直接指向是不单是伴侣 或者是她的太太预备那碗漂亮汤给她 亦都是直接令我联想到 妈妈或者爸爸 有时为子女去煲上的一碗漂亮汤 不知道大家说起漂亮汤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爸爸或者妈妈煲给你喝的一碗汤 我马上想起的是用青蟹来煲 煲完之后是黑妈妈的汤 但又很好喝的 我记得山熟地青蟹汤 这是我妈妈经常回到家的时候 都会煲给我喝的 我每一次想起妈妈的时候 就会想起这种汤 见到青蟹的时候 又不其然会想起我妈妈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关系 但是家人的爱 第一是天生的 你是不能选择的 是走不掉的 第二是家人的爱永远是很无条件式的 无论你和他们发生什么事 无论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的 创伤 攻击 但你回到家的时候 就是世界上最温暖 最安全 令你最安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很开心有这首歌的出现 里面的歌词也都是令我觉得很棒 那不如读一读副歌给大家听 活着有你多好 多么渺小都便宝 躺在平静瓶铺 上万潭来日旅途 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 一碗暖汤的古墓 沾拾我眼睛 有人祈求我归家 来户抱 姜濤用一种很清新的声音 很抒情 很温柔的声音 去演唱这首歌 很容易令听众投入在里面的气氛之中 再加上有古剧机 他的和音一起去唱的时候 整首歌的那种味道就更加出到来 鸡蛋里面挑骨头 有没有挑呢 就是那个和音的也且确 可能监制会推大了一点点 如果那个和音可以压低一点点 整件事我觉得真的100分 现在都99分了 如果大家听了这首歌 也鼓励一下大家在 《鸡仔》这个频道里留言 给一些鼓励古剧机以及姜濤 我相信他们一定一定会看到 会感受到你们的留言 会感受到你们的支持 再一次多谢彭秀慧 多谢姜濤 多谢古剧机 多谢这首歌的台前幕后的朋友 做了一首 这么温情 令人听起来这么舒服 令到我们重新 想起 妈妈 爸爸 家人的那种感觉 真是太神奇了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 都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今天是星期日 容许我自肥一下 听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足够的话 大家就可以走了 但是如果大家不介意 听我唱的一个清唱版的话 都留一留步 希望你会多多包涵 那就来吧 勤力过 挨骂过 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 怀念家中疲惑 想去到 这样hechnical什么 投入过 麻木过 磨念过 沉满过 疲累过 其实我进取摩 时间从未感叉陀 赚到几多 赚到的只是你 能被你温柔无味 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 平日有你还怀疑忘记辛苦 护着有你多好 多么渺小刀便报 躺在平静皮铺上 万潭来人旅途 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 一碗暖堂的古墓 沾濕我眼睛 有人祈求我归家 来活泡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